我们一开始其实不太确定白宫到底事前知不知道FBI去抄了川普他家 我们甚至不确定拜登知不知道他自己的名字或自己现在在哪里 不过就算拜登知道 但是我们还是不能确定那些在白宫工作那些人 那些其实现在真正在做决定的这些人知不知道 经过了白宫发言人的这个白宫记者会之后 我非常确定 他们不但知道而且还亲自策划因为白宫发言人亲自说 我们完全不知道啊哪里被谁啊 What What 蛤蛤蛤什么蛤 M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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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Barno Who FBI FBI What 真抱歉您播的号码是空号请查明后再播 民主党说谎的技术很烂因为他们认为我们都是白痴就跟小孩做坏事以为自己可以骗过父母或老师一样 编一个很烂的理由但是其实父母都知道只是当下没有揭穿他们而已 如果他出来说我们真的不知道真的就是FBI自己独立的行动 美国是一个法治的国家 我们相信FBI做的事情一定有他们的道理 但是我们并不知情 或许这个样子说我还会稍微有一点相信他 但是在那边假装没看到全美国甚至全世界最大的新闻 这个新闻已经超过乌克兰超过什么台湾中国要打仗的东西了 假装没看到 没看到Joe Biden之前的这个前总统还有下一任的美国总统 然后不知道超加是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在2016的时候 另一个人用了同样的方式说 我什么都没删除啊 那个什么印什么东西啊 我连那个印什么叠什么那个东西我都不知道啊 现在写信还可以用电子发送哦 I don't know how it works digitally at all I do not have any 自己记录 啊啊啊 用清什么 啊啊 用什么洗 抹布啊 哈哈哈哈 我根本什么都不会啊 哈哈哈哈 谁都看得出来 这个人实在是罪孽深重啊 而且他的这个策略一点用处都没有 因为你可以指责希拉里很多东西 但是笨蛋绝对不是其中一个 他很聪明 跟Joe Biden有非常明显的差别 但是就算拜登再蠢 也没有他装的这么蠢 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的是一个人类第一个学会的招数 而且是政治人物最常使用来攻击自己政敌的方式 我们可以确定的是 这个攻击不只是针对川普 而且攻击对象是我们所有的人 而我们看到的是 共和党不太能被相信 我们的确是支持共和党的 我们也建议各位都投票给共和党 因为跟我们的价值观比较像 但是这一次联邦使用联邦调查局来攻击前总统 一个目前共和党的领导人 照道理说 共和党应该要全部集结起来 在国会在法院 把FBI这样子越权侵权的行为指出来 而且要求负责的人出来负责 但是你看到共和党在这么可怕的情况下 不但一盘散沙 不愿意出来指责拜登的政府 觉得好像这事情是理所当然的 甚至认为 现在不应该讨论这个样子的东西 应该要让FBI继续做 看他们能对川普做什么 以下是一位我很喜欢的参议员 Tim Scott 我一直以来都非常支持他 他说黑人不是受害者 没有人是受害者 我们每个人都很坚强 我们每个人也要越变越刚强 美国就是要创造出一个公平的制度 让人可以自由的竞争 结果FBI抄了川普家 他的回应是 我认为最不应该有的回应 There's lots of questions before this Raid about whether or not the FBI is doing their job apolitic and we don't know the answer to that question yet Do you have doubts about the FBI? This is gonna raise more questions in my opinion We need to let this play out and see exactly what happens but we should all have been stunned and surprised and shocked at what happened yesterday I think we should really...as opposed to rushing to judgment, the real question is, A,what is the Federal Records Act? And,B,what are we talking about? It has to be something of incredible magnitude for at least my side of the aisle to say that was warranted.Without that,I think we're going to find ourselves in a very big mess as it relates to the credibility of the FBI. So you don't have any concern that they're going to find anything at the Mar-a-Lago site? I think we should really...as opposed to rushing to judgmen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that we can do is let it play out because I have no idea what they were looking for and I don't think anybody knows what they were looking for Let's play it out,you know? 什麼啊?台灣變色龍,玫瑰銅銀眼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勝竹如 我們不要這麼快下定論啊,這麼快 對不對?民主黨對於川普的攻擊 對於保守派的攻擊,對你 Tim Scott的攻擊都已經有六年了 從什麼通俄門啊,Molas Report啊 指控威脅烏克蘭啊 我們看到左派用國安局跟FBI 徹底的攻擊川普這個人 歐巴馬還在任的時候就監視他 希拉蕊在當國務卿的時候 就用FBI監視他的競選團隊 然後試圖不要讓他競選 然後他當總統的時候 使用各式各樣的方式 來彈劾他兩次 封鎖他的推特帳號 現在FBI抄他家 共和黨說還要繼續看下去 你到底要看到什麼? 我們下定論太急了嗎? 太快了嗎? 這六年七年我們看的還不夠嗎? 聽到Tim Scott這個樣子說的時候 我簡直就跟我當時聽到Lindsey Graham 說他要去支持紅旗法 還有什麼Ted Cruz說 1月6號的人 是國內恐怖分子一樣誇張 因為他前半段說得很好 他說我們很驚訝 我們很震驚 這個很糟糕 但是我們現在什麼都不要做 敵不動我不動 不要亂下定論 不要在衝動的時候做決定 你要敵人動到什麼程度 你才會做決定 把川普定罪 關起來槍斃 把我們也當成國內恐怖分子抓起來 美國變成法西斯之後 以後共和黨全部解散 未來保守派的人 只要是聚會就是非法集會 所有的教堂關閉 基督教成為非法恐怖宗教 然後我們再來想辦法 要做什麼東西嗎? 共和黨到底在幹嘛? workout 中文字幕大聲 明年不足 由於宣布 全世界會受信念 明年不足